新竹市影像博物館坐落於中正路上 歷史相當悠久 為了提供民眾更好的觀音品質 新竹市長高宏安也在近期透露 將規劃編列經費約1100萬元 要將椅子全面更新 市府也將會持續向中央爭取經費 來更新館內燈光與音響設備 大家看到我們的椅子 其實也滿有一定的年紀了 所以我們這一次也編列了1100萬的經費 要將我們整個銀博館的座椅 來重新再做一個更新跟升級 同時呢包含這裡的燈光 還有我們的音響設施 接下來我們也會爭取預算 持續來做升級 那為什麼會在這麼多硬座面前講 就是希望我們新竹市議會也支持一下 小朋友們鼓掌 新竹市影像博物館是昔日的遊樂館 在1933年開幕 是全台首座具有冷卻設備的歐化劇場 並在民國88年 曾經更新改善轉型為影像博物館 期待已久的整修機會照露曙光 也期盼影像館未來更新後 能提供更舒適的空間 給新竹市民使用 記者簡書齊採訪報導